如果看回去年就有個之前有個賣力的收益 一次性的 如果扣除去年也有三成的盈利增長 而產品價格其實在這段時間 特別在疫情中間 我們都看到可以保持增長 相信和集團去推行決戰高端 質量發展的戰略都有關係 以及特別發展多些高端品牌 保持推進的質量去補回毛利率的情況 雖然我們現在看到疫口復償 但是經濟層面又好像不算很明朗 例如我們看上個月的通脹跌到1% 會不會對潤碧來說 你想推高端的 但是會不會你通脹 但是又不是一個很理想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其實對你想推高端 但是不是那麼容易呢 如果你看回來說 我覺得推高端確實是會有些難度 但是其實它開始慢慢慢慢 將一些人的口味來講 提升到一些高端品牌 這個我覺得它以往也有這樣做 如果成功機會其實都會大 還有我們要想一件事 就是說整體啤酒在整體的開支 比例上不算多 所以這些來說 你說就算經濟剛剛開始復上 甚至乎經濟可能初期都不是走得那麼快 究竟對啤酒有沒有很大的影響呢 我覺得對啤酒的銷量的影響就不算很大 反而來說我想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想 就是說其實今年來說 那個物的價格就已經是有個比較高位 大幅回落了很多 原因來說就是鴻烏的戰士雖然正在進行 但是沒有進一步惡化 起碼 變成這樣前來講 之前有些對一些農產品的炒作 似乎其實都很明顯是 就是價錢也有回落了 所以為什麼我覺得就是 在今年上半年來講 其實在它的成本方面 都會有改善的空間 就是來自於 剛才所說的那個原材料來講 是有個很明顯的下跌了 但是現在它好像 接下來有做多一些不同的策略 除了一直都想做多一些不同的 就是高端品牌也好 或者一些非酒類 非啤酒類的品牌之外 特別是白酒那邊的 一些推動多品牌策略之外 接著之前我們又看到 可能推出一些不同的 一些味道的 一些可能是水果味 等等的一些菠蘿味等等的 一些啤酒 接著也提到今年上半年 會有個小酒館品牌Joy 就開始推出一個新型的銷渠道 現在去看賣啤酒 再進一步兼一個下游的銷售渠道 其實是否這麼容易可以做到 或者這個是不是一個真 相對來說 叫做多品牌策略 或者是新的發展策略呢 或者是新的發展策略呢 因為其實來說 如果你用原油的品牌 你說去加價來說 始終都在某一定程度 有些困難 所以它就需要去重整那些品牌 去調整那些定位 只要你能夠把定位方面高一些 質量方面做好一些 這個就變成有一個加價的能力 所以也可以幫到業績 所以我只覺得這方面華潤 其實你看過往來說 它做這個動作其實都算是挺成功的 所以我只覺得 接下來它要做同樣的事情 來提升它的營利能力 我覺得這個機會其實是挺大的 當然我們如果看潤碑股價 其實一直近這幾年都是強的 就算你說疫情期間 它沒有說真的有一個很明顯 很急跌的情況 也都不用說真的要跌很多 那當然你說看回 那個資產負債的表都是強的 靜現金公司P就40倍左右 如果看回這份業績之後 或者接下來有多品牌下略 高端品牌 接著有銷售下油都做的 這些小手管的 怎樣去部署或者重新去 是不是真的有個 估值的重股要做一做呢 其實如果你看回 啤酒股在內地幾隻來說 那個估值都是偏高的 都是三十多倍 那我覺得的原因來說 就是第一 可選擇的範圍不是說很多 所以這個就會令到股價方面 或者這個估值是浪高了 那接下來我覺得它的走的路線 都是不斷的 把那些品牌走高端的路線 來拿高一點的售價 因為你看到其實幾年來 它都是那個啤酒的量 是很難增長 所以你要靠那個盈利 或者收入增長 包括兩件事 就是從那個加價的能力 或者提升那個產品的mixture 就是把那些高端的產品 來講的比例上提升 那它才可以達到更強的效益 嗯 好的 如果這樣看的話 就是啤酒股 清啤酒股 清啤酒股剛剛做所業績 幾隻去選擇的話 華潤會不會是真的首選呢 我自己來說華潤都會首選的 因為它在整合的業務方面來講 過往的表現就做得相當之好 其實如果那個排次序 我可能會選了華潤 跟著就才到這個青島 反而其實我覺得最弱的 就是白威亞太 因為它不僅僅內地的業務 也有南韓那邊的業務 而南韓那邊的業務 過往來說 就比較難去估計一些 所以如果選的時候 我都是純粹會選這個華潤啤酒為先的